所有在股市奮鬥的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場其實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給我吧 我就是你的貴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台股在经过周三周四的上涨之后 周五是遇到了空方的抵抗 那么这一波老师有提醒大家的 个股期是持续的来发挥效果了 投资朋友们接下来可以 怎么的来有效率的操作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 我们人头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Ruby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好老师这个台股在礼拜五是开低走低 那么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11月了 那这个盘势接下来可以怎样的来观察呢 好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 那个美国股市很强嘛对不对 是 但台股蛮弱的吧 没有跟上 那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指数上会被台积电压着 那除非就是说台积电有一个非常猛烈的 或者是说非常明确的讯号 那如果是以我的定义来说 就是周级别的K棒出现一根日出 是日出 因为周日出的隔一周会出现抵抗嘛 对不对 到第三周没有下去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坚实的底部 对我来说了 我的定义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讲股价的 至于就是说你要讨论产业的东西就 可能市场上有很多人在讲你可以听了 但是过去三个月以来 你自己觉得长产业有没有用 如果没有用 如果你也发现没什么用的话 你就是以后也可以跟着我们的思考模式 就是人事互相影响了对吧 对 那终有一天会涨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买在涨的时候 但是左侧交易的人会认为说 你们都错了 我这样子买才是对的 这我不置可否 因为巴菲特也是左侧 他是股神嘛 就是说市场上在过去的几十年来 不知道几亿人想学股神 几亿人就成为一个股神 那你觉得这个负软率有多低 我们来回修讲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 因为 其实我觉得礼拜五的投资人满辛苦 我其实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确实蛮辛苦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就是说股市它总会上来的嘛 那我的做法是上来的时候才对嘛 对起涨的时候 那大部分的人的做法是 往下一直买等它上来 左侧跟右侧两个思维最大差别就在这里 交比说我昨天在买这个 东朔的时候对不对 是 那我们是买在那个日出点 所以昨天拉了一根涨停 对 那今天右侧快要拉到涨停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出一半对吧 是 因为你创新高之前一定会震荡嘛 对我来讲说15% 16% 我带我们家族的朋友做这样已经够了 因为三档16%其实就等于快有一半 快一倍了对 对不对 那我以资源的这个期货来讲 我们在周一那个跳空 有跟各位讲过 那个跳空上来我们就先布局 那你看 你说资源这里面到底涨多少 没有涨多少 其实今天早上一度快要供到涨停 礼拜五的时候 但没有让它涨停嘛 可是你把这五天加起来也超过大概有一成了 对不对 那你用这个各五星的算法你就知道 它的这个倍数 那其实杠杆大概是四倍 所以你其实大概已经将近三成的利润已经看到了 那这是我对于 我对于本周的一个写照 谁写照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人辛苦 我举例来讲 就像我昨天说的 恭喜这个 这个创围涨停 昨天一定很多人这样讲 对 恭喜这个买到最低点的台阶 恭喜什么大展 恭喜大家在那边邀功 那你今天早上 你早上礼拜五的时候 你创围没出也是翻黑的 是 那翻黑的话 你如果成功打完一个右脚 下礼拜再攻 你才会有一个周级别的日出出来 所以说 一般的投资人 在这边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他空间很窄 对 长度很小 你如果说礼拜四的这个创围 你不是买在 就算你买在开盘那边 我讲真的啦 你大概也追七八趴了 对啊开盘就八趴了 对嘛 是 所以我们才买东做的啊 是 你大概七八趴了喔 锁上去以后今天开高盘中拉那段没出对不对 翻黑你就赔钱了 昨天最强尚且如此 你说一般股票怎么样对不对 对 那么这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行情就是说 我们知道国际局势都已经趋缓了啦 台湾这边大概有筹码的问题 那很多的这个资金喔 它其实套在上面不愿意进场 最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成交量一直降低嘛 对 成交量一直为止 现在这里到底是不是量的量缩的低点 可能我们要再观察 因为到2000亿以下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是 但我也可以跟各位讲就是说 这种成交量我当年也遇过啊 800亿的量我也做过嘛 是 老前辈当年台海这个四射飞弹的时候 连不到100亿的量都做过嘛 哇不到100亿 不到100亿 那像70几亿的那样的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笑话 好像70几亿可能八成也是营业员自己做的 扣掉营业员我看 没有太资人了 可是你知道吗 从那个地方开始长了 几千点 一倍了 来长了快要差不多六千点左右 那一波当然很多人发财了喔 这里我们要再跟各位讲一次 但我现在来跟各位讲危机入市会发财 当然这句话大家都会听嘛 是 可是你从成交上看到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都不会这么做嘛 我们在最近很多的社会新闻上看到有一些很不知道该怎么讲的新闻啦 说有人这个600块的时候全仓然后融资去买台积电嘛对不对 对 但这个这件事情怎么说呢 有的人会说你不要去勘托台积电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嘛台积电没有问题哦 那这家公司当然本身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一定没有问题啦他 除了台积电 我以前就跟各位讲过你讲 你讲这样公司绝对没有问题 对 那为什么有人在他上操作赔钱 因为很多的投资人他认为说好的公司就一定会涨 是 这是这样吗 或者是说一定会涨的公司随便买都会赚 这对吗 也不对吧 对 就好像我常跟我讲的啊 如果有一天有照一日台积电涨了1000块 我请问你买在680比较好还是买在380比较好 大家当然都会选380 只要你是人你都会选380嘛 是 所以说当时你600或500买进去的时候 就是你认为380不会来 所以你才会遇到今天的处境嘛 是 那这个问题就跟基本上无关啊 对不对 他因为基本上是好的啊 怎么可能是坏的 你怎么看他都是好的吗 你从什么角度营收 或者是你从他的先进制程 领先对手的一个程度 然后你还可以把未来10年 那个电动车的梦想画出来 你就把整个大蓝图盖上去 然后最后再加上一点政治观 从这什么全世界都需要台湾 对不对 然后这个美国会保护台积电 什么等等之类的 再再把它加上去 那这就造成一些想法 就是说很多人在面对台积电的时候 他想的不是价格的问题 而是他想到产业跟国际情势去的 你因为这个国际情势判断说我现在买稳赢的 但是你没有去注重股价他的一个逻辑 对股价的反应 股价一定有涨有跌嘛 那你为什么不买在底部转墙的时候 对吧就像我跟各位讲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 他在行左侧交易的时候 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是左侧交易 他不知道 因为有的投资朋友们他做股票 他肢力可能不深吧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也要反过来讲一句话 我说当时很多投资人会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新手 那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这个新手追到高点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 假设一个投资人他在台湾生活了50年好了 他为什么什么时间都不买 为什么选贷600的时候去买台店 你当时100的时候为什么不买 你200的时候为什么不买 你300 400你为什么不买 你为什么要600买 那一定有一个社会气氛的原因 那个引爆点让一个新手去做这个动作 所以其实认真要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当时跟人家讲说 什么600破了随便买的人 什么三星看不到台积电车尾灯的人 讲一大堆那些人 或者是说在电视上一直鼓吹台积电的人 对不对 对 其实你们所创造那个气氛 很有可能就是新人去追在600的原因 我觉得有的媒体 我当然不能说他们也要负责任 但是至少要有一个人出来给大家正确的观念 好的公司可以买在低点 你也可能追在高点 对不对 这就是我问题的终结 你可以买在680 你也可以买在380 当未来有一天到800块的时候 你说谁是最大赢家 一定是买在低的人 那你们一提为什么没有教你这样买在低呢 为什么没有这样出来教呢 对不对 真正的赢家是在680出货的人嘛 为什么没有人去请教他呢 去请教大摩啊 当时为什么鼓吹在600那个地方把台积电出掉 你看台湾的分析师哪一个有这样的一个 心胸的宽大的这种度量 去跟大摩请教说 请问你当时为什么叫我们出掉台积电 他如果告诉你的话 或是你看他重新买回来的话 那底部就到了嘛 绝对不是这些叫人家一路往下加码的人 他所能够知道底部在哪里 他自己高点都出不了 他还告诉你底部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各位说 面对这样的处境 怎么样来反败为胜 好的 那么请大家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餐饮资产免费的那一账号 所以投资朋友们现在就是要学习赢家的逻辑 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朋友 赶快来点资讯 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了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西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听众朋友 蔡英斯坦的过去两周一直在提醒大家 可以善用这个个股期来放大这个反弹的效果 那么同时再搭配中小型的个股来应对 想要在年底之前搬回来都还有机会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到我们的咨询张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锁定的个股只要有10%的涨幅 个股期就有机会可以拼到40%以上的利润 那么下一档务必要好好的来把握 今天拨电话进来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现在市场上有超过200档的个股期 不管是大型股还有小型股都有这个个股期可以来操作 那请教老师这个投资票们可以怎么有效率的来布局呢 好那这个就讲到一句话 Ruby你觉得未来我想买台积电的时候 要不要跟大家讲 然后是要跟大家说吗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因为台积电是人人都想买包括我对吧 只是说对于操作的本质来讲 每个人他所追寻的东西不一样 像我的话我就喜欢买在起长点 有的人他喜欢永远买然后存股 就是在这边配股息 对不对 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同 那我也不能说别人怎么样 你回想看看你当时如果买在680650 580的你有配到息 你觉得感觉你配到息的没有 其实配息就是配你自己的价差嘛 对不对 你配完了以后你无非希望他填权 填息 那填息就等于说股价回到当时配息完的那个价格 那就等于那个息是你的了 你对 上到你的户头去了 对吧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 假设你买一档股票他不配息 但是他拉涨停你是不是也等于赚到 也是赚到 那意思是一样嘛 但是可能我不知道社会气氛是怎么样啦 就是有的人他也会有鼓吹说 不管买在高或低只要买好的都会存回来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想法 只是我也想要问这些朋友 那如果买在低又可以存 是不是两圈其美 这样是不是更好 是 对不对 那有没有办法追寻到这个 其实我认为有啊 怎么会有人认为没有我不知道 再怎么说啦 这个我觉得礼拜五的时候大家情绪很受伤 那我们就不要讲我们获益的事情 不要谈什么东搜 什么涨停 附近出一半 然后 自圆期差一点拉涨停 这个我们不要讲 我们就讲讲大家现在心里所想的 首先我跟各位讲 其实你真的在股市当中讨生活的 你不会离开这个市场 但是因为这个空头 它在底部还没有完全上来的时候 它又多再撒下去 你一追高又会停损 对 你知道今年为什么 今年这个空头叫绞肉机 你知道吗 绞肉机 绞肉机 人肉绞肉机 你如果说是像那种 有一种叫做什么 自由落体 那什么大地飞鹰 对对 有一个游乐设施会有 有一个游乐设施从高涨掉下去 那个叫什么 我不会讲 对 就那自由落体 像那个海啸的时候 那自由落体 那很简单 你就是眼睛闭的剁下去 对不对 是 过了一个月发现股票都腰斩 你再接回来 没事了 395大家信尝 很简单 今天今年这个是绞肉机 就是说杀下去 然后公司又来跟你讲说我业绩很好 你又弹起来 对不对 对 那弹起来有人去想抢个反弹 对不对 又把你杀下去 然后又有人出来讲说了 不合理啊 要出来救世啊 这个护个盘 弹起来 再把你杀下去 就是你搞几次 嚼你几次 嚼到这个绞肉机 那现在很多人被缴了就 尤其是那种每次都追高杀地 你大概剁个三次 我看钱也没了 那你高档完全没有出爆到现在 那是另外一种说法 比方说你成本在 220 230 219都一样 比方说长龙扬名 对不对 那你就掉下来 那连天前几天虽然是反弹 可是你在670上快的 也不用高兴吧 对吧 是 那这个时候大家怎么办呢 其实 像我不小心说谎了 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的话 你就不要做了 是 你知道我讲这个 回去公司被骂死 但是我觉得我很骄傲 我当分析师我讲一句实话 是 不做也是一种操作 对 就等时机 你等大盘来个周级别的日出 可不可以 可以 现在的全市场的分析师 都告诉你要反攻 然后要怎么样 然后什么打折 然后什么 然后跟你讲一个秘密 什么的 我蔡振华都不搞这些 是 因为我自认为我做得比别人好 是 礼拜五的时候 谁手上有两根掌听 除了我还有谁 我问你 除了我还有谁 找不到了 我在底部超 超支援的这个支援期货的时候 你看除了我超还有谁 我在讲的这个东西是针对那种 你真的就是要做 是 我们来干一场 对 真的要拼的 那你就找一个真正的高手 是 对不对 你今天还能够讲绩效的说真的 我觉得除了我大概也 也不多了啦 但我不跟你讲绩效 因为我觉得大家很辛苦 投资人很辛苦 你可以来找我 是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讲 那我的方法就是 你上面套牢的 如果是大型的股票 好的股票 你杀不下去的 挪一部分小小的资金出来 下挡用两倍的个股器打上去 是 你上面套三张 下面用六张追 对 有机会 11月继续谈有机会 是 这个谈四 它是谈一谈杀一杀 谈一谈杀一杀 但其实你仔细看 跌四已经趋缓 礼拜五大家心情难过 是因为礼拜四 你无限希望 礼拜五给你一盆水 对 在我看来很正常 每一个日出的隔天 都是空头抵抗 对 通常抵抗 是 这种情况就是告诉各位 你的买点 如果是在昨天的话 你经礼拜五的盘中 可以先出一趟 是 假设你没有出到 但是礼拜五拉回来的低点 没有破礼拜四 没事 下个礼拜会继续谈 这种细腻的东西 不是在这边跟你讲讲营收 讲个什么基本面的故事 告诉你 接下来只伸三马 就可以解决的 这叫做真正会操作 对 真正的实战 操作就是买跟卖 跟基本面无关 这个东西是无关的 假设看基本面 就可以发财的话 那些研究员早就 升加亿万了 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懂得了产业 你却买不到低点 很抱歉 涨的时候你也抱不到高点 你还是出不到高点 所以发不了财 所以我告诉各位 真正的这个 去实现你的这个 对个股看法的一个重点 就在于买进跟卖出 所以我刚刚讲到了 那台电讯息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各位讲 不过我会发在Lighter里面 你们可以扫进Lighter 对 一定要加入Lighter 我买的那一天你可以加吗 你可以跟我一起玩 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 就是持续进行 我们的这个大反攻了 接下来就是 11月3号的美国升息的 升息 是 那么道琼因为弹得非常的高 所以你要让他再破底 坦白说太难了 我认为了 美国胡适已经打底完成了 那么不是说这一波 没有更低点 这一波的更低点 应该会在明年 这中间有一个终极的反弹 那这个反弹的幅度会比较高 有机会延续到明年 可能我们农历的2月吧 那么接下来因为会面对 这个年报跟季报嘛 对 所以那个时候到3 4月的时候 又一番杀木了 也就是说大型的N字 第一段是杀到现在嘛 大型的B波反弹 最后再杀一个C波 那那个C波可能会落到 明年的第三季 出现一个未来10年的底部 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大家好好保护自己 那么我鼓励你 如果说你问我 我鼓励你的话 假设你身上只剩下50万 100万200万 趁着这一波反弹把它翻倍 然后在C波开始的时候 全部出清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摊平 我很罕见的赞成 但是摊平的方法 你要问我 对 摊平的目的就是在于 B波大反弹结束之后 我们全部除掉 然后会有一个 未来10年大循环的低点 我们这一次重新来跟各位 财富分配 把握现在 把自己的资金再做一个翻倍 好的 那么从现在到年底之前 要反败为胜 就是要善用这个个股旗 还有这个中小型的潜力国 那么想要有效率的操作呢 这一波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跟上老师的下一档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Light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我们的投顾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贵操作一款赚大钱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薪字第014号 新贵股票登入条件 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 是否适合投资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比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以上节目由中港新闻网 与摩尔投顾共同直播 进广告咯 有机金管米新上市 豪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覆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谷软锡上游 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管米有机白米 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听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蔡英斯坦的过去两周 一直在提醒大家 可以善用这个个股期 来放大这个反弹的效果 那么同时呢 再搭配中小型的个股呢 来应对 想要在年底之前搬回来 都还有机会哦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锁定的个股呢 只要有10%的涨幅 个股期就有机会 可以拼到40%以上的利润 那么下一档呢 务必要好好的来把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听个人 整ר 咨诃 音乐 什么 做